九二这题又是一个复数平面的概念 复数平面其实对我来说觉得是很神奇 它就是把原本代数的运算变成几何 那现在想要看P点这个点 那P点这个点现在是Z 那它想要看Z分之一 所以第一个看这种东西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角度 另外一个就是长度 那角度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Z分之一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怎样呢 Z分之一可以把它想成是E除Z 那E的角度是零度 Z的角度是什么 这个叫做C塔 所以当时相处就变成角度相减 所以后来的角度就负C塔 就是这个方向 原本是C塔现在变负C塔 那长度的部分呢 就直接相处 E的长度是E Z的长度是一开始什么 大于E的 所以这除起来呢就会比E小 所以就是在这个方向在E里面 所以答案就是D 所以掌握 这是一个概念性的考法 就是你知不知道 复数相乘 就是角度相加 那长度是直接 那个相乘或相处 这种相乘的 相乘的 我们现在的相乘的 但是就是 这种相乘的 就会变成角度相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